我是高宥斯,一位在中国生活很多年的外国博主,也是自媒体集团,外国人研究社会的创始人。 我们会用外国人的视角去亲自体验中国的社会生活场景。 其实,我已经做了十几个中国职业,包括外卖员、快递员、早店铺的店长、套家店的客服等等。 我们用正式体验的方式去挖掘中国那些独特的职业,并让更多中国朋友们看到这些经由互联网的更边界、更有效率的社会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个体在背后支撑。 我们收集了一个个小故事,比如说,一个在早店铺吃饭的送来工,他在当天才烧五点,吃的第一顿饭,也是他下半饭。 比如,我在坐地铁账务员的时候,赴了一个来自河南的九十岁老人,他和他的孩子第一次来到北京,上去看看天安门,圆了他们二世的梦想。 我在坐了四十八小时的中国外卖员以后,第一个人收拾,重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努力的民族。 这个被我们称为毕业间外的系列纪录片,我们用外国人的身份去接近中国的各个群体。 我曾经跑了重庆、苏州、杭州、文州等等,拜访了很多中国的制造企业。 让我惊奇的是,这些企业在海外有着非常好的时尚发展前景。 一家做眼睛的企业年轻老板,从每个月赚四十五美金,到现在自己创业每年能有四百五十万美元的海外销量。 一家身上保温杯的企业,通过互联网,在全球市场有着上亿美元的销量,都是买给欧洲和美国的客户。 他们在全世界还没有获得有销量、口碑、相对应的品牌形象和传播度。 这也是未来我特别想做的另一件事,让更多维度、更多内海的中国形象为世界所熟知。 我成立的跨文化平台《外国人研究社会》,通过很多研究和实践,观察到了当下大部分外国青年和中国的交流困难。 比如说,语言和文化的沟通障碍,信息差,对于中国理解不够全面,不够立体,不够真实。 部分国外媒体对中国的偏见,等等各种阻碍。 所以,我希望通过来自普通国家和文化背景的食品博主们,让更多来自普通地方的年轻人,更好地了解中国什么样的地方。 外国人研究社会闪耀的是,不是以色的热度和流量,而是要打造成外国年轻一代了解中国的最佳窗口,把真实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,真正实现内容全球化。 我的愿景是帮助孵化上万个矿文化食品博主,让我们一起讲我们在中国的故事和体验, 拉近世界和中国的距离,消除各本影响,让矿文化交流不再困难, 让更多外国人看懂中国的实与事,而充分地了解和尊重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